好 回到第四節 我先補充一點點不好意思 因為雪佛龍我再看一次是新增的 就是之前是沒有這個倉位去 由之前加到有 請講 OK 好 或者我也追蹤剛才的留言 或者講到這個Buffett加 不是 新加了一個倉位在雪佛龍 以及KO到油價的看法 ID 是否可以分享一下 是 不好意思 按一下 不要緊 會變得慢一點 OK 或者我又分享一點 因為就 因為其實我都看到 Bloomberg 他 就是 按這個油價方面來講的話 其實他都 好像是 今天 今天出了一個新聞 就說 美國那邊的 產油量 其實近期就受到這個 惡劣天氣所影響 因為 大家可能都有看新聞都知道 OK 美國這個 東 東南 那邊來講的話 其實就 嚴寒天氣 就是 北極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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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誇張 哈哈 知道什麼北極圈震動嗎 都 挺誇張 因為 譬如說 我太太的外家 就在紐約 他們 上個星期 說 是 一晚 下了 兩尺多的雪 是 很誇張 老實說 你想想要兩尺多 大哥 就是 你是過膝蓋的 老實說 就是 很誇張 那麼 誇張到 連德州 德州這個是在美國 南部 其實是一個相當和暖的 一個 地區 的地區 竟然有雪 就是 難以想像的 還有 寒冷的溫度 而令到 很多的 因為 當在 那些地方 他們完全沒有 預期到 有個 大自然的 罩變的話 他們是不會有 這個 足夠的設施的 等於 如果大家還記得 好像是兩年前的時候 香港 就是 極度地冷的 這個大霧山那裡 就是 路面 熱了冰 等等 變了很多人 受困的 那時候 是不是好像 什麼 跑步比賽 那些人在上面 受困呢 是啊 因為他們穿球鞋 死了 大佬 煽到 趴街 於是就叫 這個 消防隊 去救援 於是就要穿 那些兵鞋 抓兵 是不夠的 因為其實 你都不會準備 那麼多 所以其實 很明顯地 就是這個 這麼突然的 一個 天氣的話 其實對於 那些州份來講的話 影響很大 而德州 是美國其中 一個 產油很重要的 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 甚至乎 在紐約上面 上周都是 那邊 其實反而 就是一些 那些 瓶油 那邊 產量比較大 所以 其實這個 惡劣天氣對美國 那個石油的 產出 是影響很大 我看過 有些報告 就說 過去這個星期 因為那個 天氣的關係 來說 美國的石油 的產量 是比正常來說 是沒有了 是三成 那麼 這個是 都幾誇張的 如果你知道 美國現在 現在 全球三大 最主要的 產油的 國家來講的話 其實 美國是最大的 特別是因為 俄羅斯 和西里達百 減了產 所以就更加 每日產量 就更加少了 所以 現在變成 美國是一個全球 最大的 產油國 但是因為 天氣關係 令到那個 產油 跌了那麼多的話 所以其實都是 一個短線 推高了油價 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 所以不要想著 油價升了 升了上六十元 就可以再上 五十五 七十八十 就是 不是一個 那麼 linear 的一個 projection 大家 這個要搞清楚 這件事情 還有你講到 我想也有一個圖 我過去都給大家看過 也都 再次給大家看一次 這個其實就是 就是說 美國的 那個WTI油價 和美國的轉油台數目 和那個石油生產的 那個關係 OK 就是特別 如果你留意到 就是其實 當然油價 就由去年 就是 曾經 WTI見過負數 但是 如果你 彈上去 大概四十幾元 到現在就是六十元 的話 其實已經升了不少 OK 而同一時間 其實你看到 就是美國的轉油台數目 也都是 由去年大概 我想 暑假的時候 當時是一個 就是 二十幾年最少的轉油台 就是 工作中的數目 那時候 最低的時候 是見過好像一百九十台 轉油台而已 OK 到現在來講 已經是 去回三百零六個座 轉油台 其實都已經 有不少的轉油台 是重新地 運作中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最近來講的話 其實就 這個黃色線 就是美國的石油 每日生產 其實挺有趣的 就是這個 可能 K.O.的經驗 會分享給大家一點 因為 其實 通常石油的產出 應該是相對比較穩定些 但是去年的時候 就出現了兩次 石油生產 忽然之間 就急跌了 但是很快就回到上去 其實 我的理解就是 從時間到時間 那些石油的生產設施 都需要一個 維修或者 暫停的情況 那麼 很多時候 在那些時候來講 都會出現了 就是那個 石油生產 忽然之間 會 就是 跌了一段時間 但是就很快地 恢復了 所以其實 所以這個 這個情況 就不是 有什麼特別的 證明 可能只是一個 就是 就是 建設 檢測 檢測 或者維修 之類 但是我想說 就是說 如果你看回過去這半年左右 美國轉油台的 叫做 back in action 那個趨勢 而那個石油的 產出 還沒有配合到 這個可能只是 一個 有一點點 一個滯後的現象 因為如果 看回幾年前 就是2016年的時候 當時 美國的轉油台 那個數目 開始回升的話 其實美國的石油 那個生產量 其實是 很平衡的 會上升的 而這次來說 其實 很大機會 是有少少的滯後情況 加上最近的天氣 也有少少的影響 所以 我想 在那個 production 來說的話 就 應該 起碼在美國方面 來說 OK 可能很快地 會見到一個比較明顯的 上升 那當然 你說 沙特阿拉伯 和俄羅斯 那是不是會繼續 遵守他們的 減產協議 那這些 政策上的事情 這個就 沒辦法估計了 OK 但是就 起碼在美國的 production 來說的話 應該是 會回升 還有另外一件事 當然在 任何一個 資產價格來說的話 我們都總會有 這個 demand and supply 我們現在說了 就是那個 supply 供應上面 那個 demand 的話 那麼短期 有些人看好 就是大家覺得 那個經濟反彈 一個 repletionary trade 所以呢 就是對石油的需求 都會 接下來的話 都會增加的 這樣 那問題就是 這個 可以維持多久呢 因為 另外一個 我們過去也有說過 還有這個 也都真的 已經不是一個 if 問題就是 when 就是 特別是汽車方面 對石油的 那個 那個需求的情況 而我今天呢 看到彭博這一張圖 我覺得都幾 值得大家 就是 看多兩眼的 這個呢 就是 看回 在全球四個主要經濟 地區 OK 因為它包括了 美國 中國 日本 和歐洲 歐洲 那當然 歐洲就是一個 一個地區 而不是一個國家 那 就看回呢 在過去幾年呢 他們當地的那個EV 就是電能的 客車 那個銷售 佔它整體汽車的銷售的情況 那我想 很多人呢 就都知道 就是EV 其實過去幾年的那個增長 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 那這個都幾有趣 因為呢 原來發覺呢 日本呢 那個EV 相對來講 那個銷售 佔那個汽車市場呢 就相對是比較平衡的 因為你看到這張圖 來講的話 藍色的銷售 就是日本的 EV 那個客車 佔去 就是總 汽車銷售 其實相對 過去幾年來講的話呢 老實講 可能有一點叫微跌了 那個比例 那美國是在增加著的 中國很明顯地在增加著 但是增加得最厲害呢 就是歐洲 因為去到去年第三季呢 在歐洲來講的話呢 其實它 電能車佔 整體 客車呢 那個銷售呢 已經是達到12% 這個是很高的一個比例 而我上次都有講過 就是歐洲的車廠來講的話 其實是加大 和加快緊 他們那個 就是進軍EV 那個 那個 就是 的一個 就是投放 所以 我相信 在未來幾年來講的話呢 這個 EV 那個增長 會是快 而 就是 相對來講的話 就對於石油的需求來講 會帶來一個 都 越來越明顯的 一個影響 因為 這個就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一個 供應和需求的問題 過去我們也講過了 其實 在石油來講的話 石油其實有佔了 約七成的 使用呢 是和一個 運輸的燃料相關 當然不是全部是在汽車 但是其實最大部分的 都是在汽車上面的 的需求 但是如果 除了EV 的供應 越來越高的話 其實這個 對石油 就是一個 中長線來講的話 那個 需求方面來講的話 都會帶來一些 比較大的挑戰 所以 其實我也回憧 剛才 就是Ko所說的 就是現在的人 預期他們說 一個 一個 超級輸入 我就真的 不太相信 這件事 你說一個超級輸入 其他 優惠的 我又 就不會反對 因為 特別來說 如果真的 在綠色能源 要加大力度的話 就算你說 在EV 加大力度的話 其實對於其他相關的 優惠的 其實那個需求 都會在 特別是現在 中國有 big push in infrastructure 拜登那邊 也都有一個 big push on infrastructure 而今次 這個 北美洲 這麼嚴寒的天氣 也都突出了 美國本土 一些基本的基建 已經嚴重地老化 比如說 大面積的停電 其實很大程度來講 也是因為 輸電網的一些設備 其實是太舊了 變成了 也都造成了 就是說 那個電力根本上 是沒有辦法 能夠輸送去 有需要的地方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 就是種種來講的話 都可以想像 接下來的話 美國方面來講 也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 一個推動 就是在那個 基建方面來講 有一個更新的 投放 那樣 所以這些 所以說一個 super cycle 在市場 我就會比較相信 但是你說 包括的話 我就會有些保留 其實 德州那裡 或者可以補充一點 就是有人說 德州 今次的 出現這個電力供應不足 是跟風力發電 因為他們有很多風力發電的機組 有關 但是其實風力發電 只是佔德州的那個 那個電力生產 就是電力生產 應該是不到百分之十的 所以其實 反而是 有很多燒煤 或者是燒天然氣的發電廠 他們沒有做到一些 就是 應付 嚴寒天氣底下 運作的 一些準備 那也都是 因為 你 很少可以有這麼冷的 那也都是 沒有這個經濟效益成本去做 那 所以他們是 就是有很多 這些傳統的 發電能 發電廠都要停產 那 這個才是造成 那個 供電 受到影響的 一個比較主要原因 那當然 就是需要急升 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 看到其實他們 夏天的時候 那個 最高的 其實是高於 今次冬天的時候 那個最高點 但是 當時也沒有這麼嚴重的 一個停電的問題 所以 就是 反而是 發電廠 停產 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那 雷總 如果你覺得 今年是 有很多基建 會上馬 還有 之後 可能 耶倫作為財長 的話 他有機會 會批多一些 基建的 資金去做 做一個財政政策 你覺得 譬如 銅架 剛才我都 寫了個圖出來 其實 自去年 三月 其實 到現在 都質性了不少 那你覺得是 走前了 還是 其實你知道這些基建 還沒有上馬 那會不會是 銅架 可以繼續 覺得今年還是 還有一個 不錯的升幅 我沒有說 只是特別是看 銅架 這件事 我覺得是整個 品質的板塊 我都覺得 似乎整體的一些 經濟的背景來講的話 其實都是支持的 就是說 個別的價格 會不會升得急了一些 那我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老實說 現在市場實在太多 太多油脂了 老實說 就是 他要短時間 推動一件事的話 你打算 簡單地 像GameStop 一樣 短期你要推動 推高 其實現在 是完全可以的 OK 但是 問題就是 起碼中長線來講的話 我覺得那個故事 都是 健康的 所以 急升了之後 不排除 他有機會 可能會回到一些 特別是 如果遲些來 真的可能會有 一些震盪 因為 無論是 負責的 預測也好 什麼都好 有些震盪的話 這些反而就是 一個 我覺得可以 吸納的 位置 所以 有時投資 就是說 我們經常說 未必 有這麼 的 軟 眼光 去做一個 喝到頭淡湯 但是有時 投資的 我們不需要說 頭淡湯 最低位級的 如果我們覺得 投資的 認識 是 正確的 的話 等它 回復的時候 反而可能是 更加安全的 一個 入市位 所以 在我那裡說的話 就是 commodities 是一個 正確的 一個 個別的板塊 可能 有些機會 升得比較急 一點 那就等到 開啟 老實說 所以 油價 如果 現在去到 內宜 再加上 德州 這麼嚴航的天氣 雖然說 沙特減產 你們兩位 是否覺得油價 似乎 都是 維持你們的看法 就是覺得 升極都會有一個限 可能是下幾元 其實已經是 一個比較 就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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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個 有一個 一 一個 一些 短期來講,再上升多一點 我覺得是不奇怪的 但是如果你說要去到100元 甚至是開始另一個超級輪 我覺得這個就有點過分 嗯,我也同意 其實去年的時候 那個範圍和KW差不多 四十多到六十左右 但是其實現在的運動範圍 其實我都升了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說升到70元左右 我暫時看不到有什麼短期的一些因素 將油價推到70元左右 但是這個範圍可能我會上升 可能45、6,一直到70元左右 現在這個會是一個訓練盤 不過呢,我想 就是剛才說到EV那件事呢 我想回應一個 我們有個網友的一個觀察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因為他就說,他似乎應該住在加拿大的 應該是,一個加拿大的網友 因為加拿大同樣受到一個 今年都過冬天都比較冷的 所以他說呢 過去這兩個星期呢 在街上基本上見不到EV 因為EV其實 那個天氣冷是對它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的嘛 這個是,因為我也曾經見過有些報導 就說呢,Tesla的車門呢 在極凍的地方來說的話呢 是不會彈出來的 因為Eddie知道了,Tesla的事件是很刁鑽的嘛 你沒有辦法,像傳統的汽車開門一樣 你用手握著它嘛 你要是走到近去 它會自動彈出來 你才可以開到一扇門的嘛 所以問題是太冷的話 是令到它都不會彈出來 那你就沒有辦法開了 你是不是 EV是不是在 例如很冷或者很熱的天氣底下呢 你開很厲害的空調 你可能也很棒了 會搶電一點的,所以在好洞的時候呢 其實EV的續航力呢 其實是會打一個很大的折扣的 所以那個網友就是說呢 過去這兩星期基本上都見不到有人開EV在街上 所以其實這個也有趣的 這個反而就是說,我也在想 現在當全世界都是以一個極速地去推動 EV 或者是更加直接就是說 是想完全廢除了這個 ICE 就是這個內營機 Internal Conversion Engine 的車這樣 但是問題就是說 現在EV的技術 是不是去到一個完全百分之百的 Full Proof 呢? 因為如果有些極限的風險的話 其實可能真的都有一個問題的 就是除非EV是可能能夠取代一個比較大的突破 在這個技術上來說的話 就是那個可用性和範圍來說的話 就是能夠能夠遮蓋到這些短期的 如果不然的話,你都很難完全取代了 但是現在很多國家其實是有一個死線的 已經是說著說,好像是不是歐洲瑞典是最早的嗎? 好像不知什麼2025年就要全部廢了 不可以再買這個ICE車 那可能瑞典 其實瑞典是會冷的 不過可能他沒有預期到會有機會出現一個極度地冷的情況 這個吧 汽油車 可能也會挺有趣的 但是汽油車去到很冷 可能也很麻煩的 就是剛才你說Tesla是開不了獨門 不是開不了車 當然電池的操作溫度,大約有1年度是最好的 汽油車等等 那麼可能去到0度的話 或者我想德州去至10多20度 當然會斬一大段的 但是你在雪地裡面又很難持續到一個長距離 坦白說 所以其實什麼交通工具 會不會其實都會受到影響 如果很大雪,去到公路都開不了的話 可能都比較麻煩一點 不過這節時間差不多,我們下次回來補充一點 好,下次補充一點